你这样一个歌手 花了自作宣传分2000万 却在KTV没有办法播出 你觉得这样真的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你拿了那么多的钱 没有一件事情办好 你这样对得起人吗 那我们也已经透过正式的律师函 都沟通过 他就是自知不理 而且是谎言连篇 我想名誉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讲 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小崇先生认为 我讲的话不是实在 他应该要早早跳出来澄清 而不是这段日子就躲起来 也不开庭 都不出面 难道你心虚了吗 我还是忠心的觉得 小崇先生 所以你应该要诚实的面对 你曾经做过的事 你曾经伤害过人 我们的证据实在是非常的齐全 我也相信司法 前几年也给了很多机会 他都不出面 他就是一位傲慢的大师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让法律来中彩 那我们也已经透过正式的律师函 都沟通过 他就是支支不离 而且是谎言连篇 哇这一点是司节最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成熟的 所谓的大师的 你怎么可以讲话那么幼稚的谎言到那种程度 我只能说 也是大开眼界了 这边都考虑了 应该是说他不想和解吧 一个想和解的人不会是用这样的态度啊 在这些年当中 我丝毫感觉不到他任何觉得他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 你拿了那么多的钱 没有一件事情办 你这样对得起人吗 你让一个歌手 花了制作宣传份2000万 他在KTV没有办法播出 你觉得这样真的对得起人的良心吗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媒体要找他平衡报导 他都毕不见面 因为他无话可说 他知道思杰讲的都是千真万确 而且握有100%的证据 他要说什么 所以他只好躲起来 为什么受伤还要出庭 实在是因为这一股委屈无奈 实在是跌太绝了 怎么世界上可以有这样子坏的人